经 二十九年春 功至自甘侯 处于运 其侯使高章来宴功 称主君 子家子曰 其悲君矣 君直入焉 功如甘侯 三月吉卯 经师杀邵伯颖 隐士顾及袁伯鲁之子 隐固之父也 有妇人欲之周焦 由之曰 处则劝人为祸 行则数日而返 是夫也 其过三岁户 下五月更吟 王子召车 入于年已盼 因不宁拜之 平子每岁古马 据从者之衣履 而溃之于甘侯 功直溃马者迈之 乃不溃马 为侯来献其圣马 曰起福 欠而死 功将为之独 子家子曰 从者并已 请以四之 乃以为果之 功赐功眼高求 使献龙斧于其侯 岁入高求 其侯喜 与之阳谷 功眼功为之声也 其母携出 功眼先声 功为之母曰 相语携出 请相语携告 三日功为生 其母先已告 功为为凶 功思喜于阳谷 而思于鲁 曰 物人为此祸也 且后生而为凶 其乌也久矣 乃处之 而以功眼为太子 求 龙献于将交 为献子问于菜墨曰 无文字 从没至于龙 以其不声得也 为之至信乎 对曰 人时不至 非龙时至 古者续龙 故国有患龙事 有御龙事 现子曰 是二世者 无意闻之 而不知其故 是何谓也 对曰 西有了书安 有一子 曰 董府 时甚好龙 能求其事欲 以印似之 龙多归之 乃绕蓄龙 以服侍地顺 地次之姓 曰懂 誓曰幻龙 风诸宗川 宗一誓其后也 故地顺誓 誓有续龙 即有下孔甲 饶于有地 地次之成龙 和汉各二 各有雌雄 孔甲不能四 而未获幻龙事 有桃堂氏既衰 其后有流磊 学绕龙于幻龙事 以氏孔甲 能印似之 下后加之 似氏曰育龙 以更始为之后 龙亦此死 前海已四下后 下后响之 继而始求之 聚而迁于鲁县 范氏其后也 宪子曰 今何故无之 对曰 福物物有其观 观修其方 朝夕思之 一日失之 则死疾之 失观不识 观肃其夜 其物乃至 若敏气智 物乃至福 欲因不欲 故有五行之观 是为五观 时列寿士兴 封为上宫 似为贵神 设计五四 是尊士奉 墓正曰勾芒 火正曰祝荣 金正曰入收 水正曰玄明 土正曰厚土 龙水物也 水观气已 故龙不生德 不然 周易有之 在前之垢 曰 乾隆悟用 其同人曰 见龙在田 其大友曰 飞龙在天 其怪曰 抗龙有悔 其坤曰 见群龙五首即 坤之波曰 龙占鱼也 若不朝夕见 谁能悟之 宪子曰 设计五四 谁是之五观也 对曰 少好事有四书 曰重曰该 曰修曰西 时能金木及水 使重为勾芒 该为入收 修及西为玄明 事不失职 岁济穷丧 此其三四也 专顾是由紫曰 为祝荣 公公事由紫曰 沟龙为厚土 此其二四也 厚土为舍 祭田正也 由烈山市之子 曰祝为祭 子下已上四支 周气亦为祭 子商已来四支 东 晋赵阳巡淫 帅师成汝宾 遂赴晋国一股铁 以筑行顶 筑范宣子 所为行书焰 众尼曰 晋其王户 施其度矣 福晋 福晋国将守唐书之所受法度 以精伟其民 清大夫以蓄守之 民是已能遵其贵 贵是已能守其业 贵见不迁 所谓度也 文公是已作执智之官 为被炉之法 以为盟主 今弃势度也 而为行顶 民在顶已 何以尊贵 贵何业之首 贵见无序 何以为国 且服宣子之行 宜之搜也 晋国之乱治也 弱之何以为法 贵使莫曰 范室中杭室其王户 中杭淫为夏清 而甘上令 善作行器 以为国法 是法兼也 又加范室淫 亦之王也 其及赵室 赵孟玉淫 然不得已 若得可以免 中杭宣 LOOK Immer不能在暗赴 如果想我